朱立倫強勢提名張善政 引發國民黨內超級風暴 原本堅持參選的羅志強 態度大逆轉 突然在臉書宣布退選 還引用成全的歌詞 說成全了你的瀟灑與冒險 成全了我的碧海藍天 一個人的成全 好過一群人的糾結 一樣是風雨無阻 因為這顆星 不會因為晴天和雨天有所變化 所以我們就繼續的往前走 支持者 趕羅志強 乾脆去選高雄 但已經辭去議員的羅志強 堅持走自己的路 張善政也PO出和羅志強的合照 喊話希望攜手打造新桃園 原本想選的呂玉玲說 尊重羅志強決定 立委盧明哲 則感謝羅志強的成全 跟志強一樣 為了桃園 我們都會一直往前走 絕對是一件好事 他成全的呢 不但是地方的和諧 也是成全 桃園是年底的選戰的勝選 更是成全桃園更好的未來 桃園基本盤 藍大於綠 但在2014年選舉被民進黨超越 2018年民進黨再將差距拉大 如今張善政對上 小英愛將鄭文燦死守的縣市 不論綠營派出 林志堅或鄭運鵬 張善政 有機會隱瞞 本來啦桃園對國民黨來講 是很有機會拿回來的 是因為事先溝通不好 搞得地方雞飛狗跳了 張善政不妨三顧茅庐 結合在一起呢 相輔相成 如虎添翼 我們黨的一個整合 似乎已經有相當程度的一個雛形 這個大環境來說 民進黨的一個防疫 做得不到位 這個部分引起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民怨 專家分析民進黨防疫 高得天怒人怨 但年底選戰變數還很大 藍軍沒有樂觀的本錢 記者劉智長黃毅俊 陳怡榮 台北桃園 採訪報導